雪莉姐激情 你有看過學會對手嗎? 雪莉姐 雪莉姐的呼呼聲很大 但那次她也是一個很尊敬的前輩 她得獎我的是很好 Act роль дуже喜太開心 Italia мест吧 這個角色出來有很多人說的 是啊 所以我也覺得 回顧今年 今年主要是出了《反黑》這一套 比較大迴響的劇 對於我來說 所以都算是因為《反黑》 今年都算是有一些收穫的 大家好像再看多了《賴玉琳》一些 再覺得這個女生 有多一面給我們看 所以我覺得《反黑》也是 令到我今年一個挺大的收穫 還有整個《反黑》的劇我都很喜歡 我也很想《反黑》這個劇 是可以拿到最佳劇集片 其實我們不能預計的東西 我又不敢抱太大期望 你說我期不期待呢 我很期待 我很期待那天的這個派對 我很期待有其他朋友在台上拿獎 我很期待每一個很感動的時刻 那你說我對於我自己 怎樣呢 我不敢想太多 我也是 你有沒有覺得有壓力太多 我覺得 我不敢期望太大 我希望很老套 平常心去面對 到時的結果是怎樣的 都容易些去接受 但是你覺得你自己的成數高不高 嗯 你認識過之後 都是5050而已 這麼少這麼低估自己 對啊 因為那不是只有我一個嘛 不是只有第二個對手 不是只有三個對手 其實只有十幾個對手 那我就當贏了 那我覺得也是 當你存到一定程度的經驗 才有人去提名你 是一件好事來的 就是如果 一來就提名 我也不知道自己做成怎樣 那我覺得現在好像 開始有一些磨鍊了 然後有一些提名 就算拿不拿到都不要緊 就是我再開始提醒自己 咦好像可以再走多些少 可以再做多些少 不同類型的事 咦你要更加努力了 就是我覺得這些提名 這些所謂獎項的一些 班正是一個很大的提醒